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即使与宋江、神行太宝戴宗和黑旋风李逵 都是水泼凉山的好汉 一天他们三人到酒楼喝酒 宋江突然想喝鱼汤 可是店里的鱼都不新鲜 李逵便自告奋勇去江边找活鱼 他走到江边看见一排渔船 就走到一条船边大声喊道 喂 船家 给我两条活鱼 可那瑜伽却对他摆了摆手 说 主人没来 我们不能开舱 李逵哪管得了这么多 见他不拿就自己跳上船去抓 李逵是个大大咧咧的人 什么都不懂就随手乱抓 结果一不小心把船上的鱼都放走了 鱼民们气坏了 拿起竹膏就要打 李逵发了脾气 也冲上去乱打一气 他力气那么大 鱼民们哪里受得了 没一会儿就被打得哭爹喊娘 这时只听一声大喊 哪里来的黑大汉 抢我们的鱼还捣乱 李逵一看 旁边多了个人 原来他就是船家的主人张顺 李逵根本不搭理 抡起竹膏就朝他劈头打过去 谁知这张顺也不简单 一伸手竟然把竹膏夺了过去 李逵急了 抓住张顺的头发 上去就是一顿拳头 正揍得起劲呢 宋江他们突然赶了过来 从后面一把抱住李逵 连连喊着不能打不能打 原来宋江知道李逵爱惹麻烦 见他这么久都没回去 肯定出事了 跑来一看 果然是这样 而李逵呢 特别听宋江的话 他说不打就不打 放了张顺便往回走 没想到张顺也是个不服输的人 只见他一纵身跳上一船 脱了上衣 冲着李逵喊 怎么 打了几拳就想跑 敢不敢上来比一比 李逵一回头就看见他挑衅的眼神 顿时火了 气冲冲地跳上一船 张顺得意极了 用竹膏使劲一撑 船立刻往江心去了 他笑着对李逵说 我先教你些水性 说着就用力摇晃起来 李逵站不稳 一下子栽到水里 张顺哈哈一笑 也跟着跳进水里 李逵在岸上是好汉一条 到了水里可就惨了 一点力气都使不上 只能一个劲地扑腾 张顺呢 正好相反 他水性好得不得了 加上他皮肤比较白 大家就送他个绰号 名叫浪里白条 张顺一把揪住李逵 好好地捉弄了他一番 两个人一黑一白 在水里打破一团 岸上的人全都在喝彩 那边宋江和戴宗可就着急了 眼看着李逵就要吃亏 连忙朝水里喊 张二哥 快住手 都是自己人 原来呀 这张顺和戴宗是好朋友 他见戴宗这样说 便住了手 提着李逵上了岸 大家互相一打听 才知道大水冲了龙王尿 李逵是宋江的好朋友 大家全都是自己人 张顺听了大吃一惊 连忙转身朝李逵道歉 可那个鼎鼎大名的黑旋风呢 早就气喘吁吁 翻着白眼威风不起来了 后来呀 两个人不打不相识 居然还成了好朋友呢